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李潤福 不覺得現在整年我都沒有機會和大家見面 過去來講是不是應該東南亞,尤其是星馬 我想一年都會和大家見面,一至兩次面起馬 但是現在已經停頓了,整年都沒有見面 當然好像一年不是長,但是大家都好像很密集了,幾年沒有見面 難得今天開了一個Zoom可以和大家聊天 由年初正式疫情開始,我最記得說 由農曆新年期間,我記得年初三之後疫情開始爆發 開始就逐步表演都取消、取消、取消 我們一直由那一刻開始已經分為第一輪疫情爆發 初初第一輪的爆發就是很多公開的活動 政府都作出一些措施限制,譬如說又不可以幾多人聚集 又不可以社交、甚至乎我們表演的武師、教學、練習 那麼我們都差不多停 一路去到第二輪開始就開始有些群組 群組就是說,所以我最記得的是 比較留意的是那個南貴方群組 因為那些人在那段時間,限制零之後 所以那些開放式就去南貴方 你知道,香港好,周圍的還有些旅遊都在那裡喝一杯 那一開始就開心走,那一爆發了南貴方群組之後 那開始陸續有其他的群組出現 比如說,現在的行業一輪就是的士群組 就是因為那些的士的司機呢 一個你知道他們載到客感染到又不定 然後那一輪呢,我們變成都有個搭的士的恐懼症 那社區就是說,如果一個地區 如果有一棟大廈或者有一個地方受到確診的時候 那棟大廈所有的住客,就算是探訪 超過兩個小時都要接受這個檢測 經過一段時間,呈現是陰性,然後才可以離開 那現在唯一一個最直接的方法都是網上教學 現在開始我也有些學校開始做這個網上的教學 但是一樣東西,這個網上教學呢 我們這個文化就比較尷尬 就是說,比如我們學校和對著小朋友呢 就不是說每個小朋友都有個獅子或者有個褲子 或者有個褲子或者有邏差在家裡的 那我們唯有我們就看看怎樣想這些辦法 怎樣去代替了 那希望呢,他們借這個時間呢 首先呢,對這個武士都可以延續,有興趣 那希望呢,能夠在這個疫情正式完結的時間呢 那我們再做一個實際的教學 到時候才有申請的屍頭啊,羅古叉啊 給他們作為真正的體驗 那我們現在都是說,希望在這個疫苗出來了之後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把這個疫情控制 那現在你記得我都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要全世界的疫苗可以控制得到 那才可以作為一個標準,是不是? 我們只是香港,如果就是說沒有這個確診 都是沒有用,那我們要全世界 大家都是一個安全的 你可以來我,我可以來這裡,大家飛來飛去 那這個才可以做一個正常的運作 那接下來呢,就是新年了 那現在香港的武士呢,就講了八六月 公開啊,長大的一個警方的申請 那又會說這個批准呢,我們才可以做這個武士活動 那現在我們在一個很尷尬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說,客人其實就很想武士 那當然我們都很想武士 那我們看看,但是又不可以說勉強去武士 當然我們都想一些配合的方案 那我們現在都是現在都沒有希望 然後再過多幾天呢,那個限聚令再放寬些 那我會想一些方法來配合那個限聚令 那如果再去到,譬如說現在我們其實香港現在說是兩個人限聚令 就是不可以超過兩個人的距離是有一定那個大概一米 那當然啦,如果我武士是對面街 就武士旁邊就打鼓這個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我們都是把武士那個以前那個,現在就算很多客人都說 不買梅花妝了,太大陣仗了,大部分呢 改為,啊,OK啦,傳統或者一些地師 我們才算到最後一рафll 就可以了,减低了我们以前那些巡游、商场那些都尽量不好了 那我们就说尽量希望配合客人,就想这些方法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距离,还有那个人数 那我们就说可能将那个嘉宾、武士、古学组 整体的那个配合,才我们会和客人分析了 大家将那个环境的空间,怎样夹得到呢,才可以进行